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而且請各位留意 多空籌碼 你要看清楚 也是盡在盡折解盤 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盡折的节目 我可以这么说 独牌众益 和所有节目大不相同 请注意哦 我再次跟你强调 我是多空有据哦 我再次跟你强调 包含月KD交叉向上 讯号明显 我是多空有据 我不是死多头哦 而是这个行情里面 有很多朋友 明明讯号已经相当明显了 可是呢 要不呢 就是用自己主观的一个看法 要不呢 就是没有发现 尽责跟你讲的这些讯号啊 所以做错了方向 你说对还是不对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北股市今天果然啊 开高一压回 立刻走到最高点 而且下午盘的时候 各位来看一下 连上海股市 南韩股市 通通都涨上来了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行情 我昨天跟你说的 我昨天的勇气是最正确的一个说法 看清筹码把握住机会啊 今天包含像被动元件啊 各位你想想看 我今天另外一个标题写 被动元件又有价差了 你可以帮我比较一下这些数字啊 表示今天啊 我还真的又来帮助各位 好好的赚他一把 老师今天这个价差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嘿嘿 注意一下下 我当然不是买了 今天全部通通卖完 不会是这么做吧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 我说过各位来看一下 当融资的减幅 当过大盘减幅的时候 这叫做筹码面 非常非常的安定啊 所以我昨天其实心里头 是非常非常笃定的 跟别的分析师完全不一样 我今天来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节目呈现在你的眼前 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 在当下做出最正确的判断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你说 第一个叫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第二个呢 昨天你看好多节目 要不就多头的 那讲得好像非常保守 那更离谱的就是讲空的 讲得好像非常的炫耀 我讲一件事情 各位来想一下 来吧 从这里开始放空好了 大概位置就在这里300块钱 第一张好不好 No.1就算你第一天就能够放得到 你第一天就给它下去空 可不可以 320块 到现在为止这也没赚钱 从这里之后呢 每一张都是赔钱 我问你一件事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做空的人有什么好开心的 你告诉我 我真的想不出来 偏偏昨天做空的好像很开心 而电视机前面的你 好像就这么眼睛又被晃点了 所以各位请你注意一下下 谁是真正在这个行情234抢上来的赢家 那个人才是真的 只有赢家能够告诉你说 这地方又转折出现 只有赢家会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你真的会发现 涨了580点 不是拉回一天99点就要结束了 记住这句话 涨了580点拉回99点 谁赢了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现在就要跟各位来讲说 请你注意啊 我不是只有一天对 我一直对 但是问题是 你的心情可能不对 因为你没有把握出机会 你的心情可能受到影响 因为你没有跟上 真正的把握尽责的机会 我连昨天参加的朋友 今天都说 哎哟老师 你真的 我说不是我真的 是筹码是真的 你不要说我真的很准 我是跟你讲筹码真的很准 融资跟融券这种基本上的观念 我昨天已经告诉你说 融券增加14% 融资减了7% 这是今年以来所有的低点 各位来看到没有 这里是10523 这里是10478 这里是10189 123 这三个低点从来没发生过的现象 你看到这里是一路向上吧 对不对 表示这三个低点 融资是一路向上 只有这个低点 融资是一路向下 甚至上涨的时候还在往下跌 看清楚 我连这个地方都让各位看一下 这叫做什么 筹码有筹码面 非常非常的稳定 不立空方 是一日拉回 一日拉回 看清楚 写得这么清楚 我怎么讲华星科呢 我说请你注意 我是多空有据 我会告诉你说 约线这个点 8月27号要卖 我会告诉你说 昨天这个地方应该支撑很快就要出现 看一下好了 来看一下我们再来VCR 看一下好了 我们再来VCR 注意哦 9点32分 我可不是闲闲没事干就在那边等 都在那边等着印 你各位看清楚 这后面都还没有出现过 从这里一路上拉上去 过了平环随便你怎么骂 随便你要冲不冲随便你 我没有什么意见 这一天又是30块 20块 20块 我给你算20就好了 这一天又是30块 你有没有发现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 黄敬哲跟你讲的事情绝对其来有致 而且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我怎么判断的原因 我希望所有朋友 你就当做我是你真正的老师 我的看盘的方式 绝对值得各位做最重要的参考 因为说真的一件事情 这些都是你的钱 千万记得看清筹码之后再做决定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昨天我怎么这么用心 这么认真地跟你讲的 你现在想起来了没有 你看看我有多用心 导播我们来播昨天的VCR请 答案很简单 咱们先举华星科 今天最争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有人说 你看我等一下会跟你讲什么叫月线 月线下弯的时候 我绝对没有留任何多单 当月线有机会往上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这地方 就是一个站在多方的一个情况 甚至我讲得很清楚 各位来看一下 整体性的大盘 那么里面有发觉一件事 这一次的低点 这一次的10606的低点 跟过去最大的不同的是 第一个融券章数一路向上 好像认为这次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怎么样 但是融资一直在往下 我们知道说融资跟融券 所代表的是散户的意志 而不是真正的法人的意志 不管你看投信也好 或是你要看所谓的外资 那么都是站在买方的 当外资看多 或者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法人看多的状况之下 融券余额 注意等一下我会跟你算 融券余额还是两倍于融资的余额的时候 各位去想想看这根拉回来 我认为十日线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可能就有支撑了 所以说又能够赚坡段 又能够赚价差 就是要怎样 多空转折 尽在尽折 各位来看清楚 这里有数字你自己去看 今天的数字你自己去看一下 我就直接把它加上去 你自己来看一下 被动震荡大 跟我做价差 我真的讲一句实在话一点 就算你每天都没有留华星科 告诉你一件事 你还是觉得会很开心 有老师华星科今天杀下来 大家都说 哎呀赶快空啊 怎么可能你会站在买方啊 我说你真的眼睛看清楚啊 第一个我不是一般的分析师啊 我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超过 光看股票看了28年啊 当分析师当了21年 多少次这种所谓全市场上面 什么融券大幅增加啊 那叫做什么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 同样的融资大幅减少 也代表说啥 有人空手啊 融资你退掉也许你不见得会去放空 但是你退掉也代表你悲观啊 融资下降叫做悲观 融券增加也叫悲观 悲观加悲观 那岂不是非常悲观吗 行情总在悲观的时候开始啊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各位讲的 所以请你看清楚筹码 这叫讯号明显 第二个各位来看一下 来 你各位看到没有 哇早上杀下来的 你说老师哦你一定是这种社非标的 哦好勇敢 我说我一点都不勇敢 你跟我说我只会稳扎稳打帮你赚钱 各位看清楚啊 这里杀下来对不对 好恐怖哦 我来看一下 少一个字就好了 奇怪了 华欣怎么没跌啊 怎么华欣没跌啊 它不是有八万多张的华欣科吗 它怎么也没跌啊 它不是有三万多张的华欣科吗 加上什么 加上昨天跟你讲的啊 来来来来 这条线叫什么 叫做月线啊 我说我多空绝对是有据啦 不会今天啊 掉下来的时候看 掉下来的时候看什么 掉下来的时候 反正要看空就随便找一条支撑 压力 这条线就是压力 这条线就是压力 看多随便找支撑不对 我从头到尾都跟你讲说 现在先看月线 要改的时候再跟你说 从头到尾没有错啊 各位来看一下今天是不是月线 把整个行情又顶住了 等一下来看一下哦 这里月线下弯哦 我的确带你卖掉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 我是一张华欣科都没有 只有抢了这三天的反弹 这里上来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说 绝对会跟它一样 你会有一天看到月线 从这里弯上去 各位看到没有 一模一样的模式 现在月线又开始 准备弯上去了 所以亲爱投资朋友 你来看一下吧 从头到尾都在我的规划当中 我们先从8月13号 这个所谓抢最低点 注意哦 来看一下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看在这里 7月20号 这一天 华欣科跌停板 不能再教你了啦 以后你就只会这一招 但是我讲出来 下一次是不是这样 可能要应对一下 8月13号就这一天 那昨天是这一天 你绝不觉得好像很像 华欣科 反正现在你要做被动元件 要不它就涨停 要不就跌停 我昨天跟你讲得很清楚 想赚钱就是看这样子 你说老师明天早上 可不可以买 看着办喔 被动元件正当大 跟我做假查 来各位 第一个抓什么 月线乖离点 我是不是告诉你 利用KD指标低檔的时候 抓月线乖离 而且利用A B C 三坡的低点去抓 各位看到没有 隔一天立刻涨停板 我说不是涨停就跌停 看到没有很漂亮吧 但是低点呢 涨停机会大 高点才会有跌停 像这个一回档 只回档一天 一天把你结束 看到没有 还是把你做价差的 因为这天上来的第二天 来各位看清楚 我的风格一定是这样子 从这里到这里 已经有价差了 来先帮你做一次 没关系41块 各位看到没有 一上来 立刻再埋 看到没有 来 上来 两支停板 一天不动 两天不动 三天不动 很简单嘛 一天不动 两天不动 三天不动 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亲爱投资朋友 是不是现在103块 你就拿到手了 高速只有再低进 是不是就这样做 你说老师 是不是这样子 你再看一次嘛 来 7月23号在这里 跌停板 跌停板 跌停板隔一天 明天周五 明天周五 7月20号 明天周五 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哦 不要追哦 7月26号 这是7月26号 7月27号不要追哦 为什么 各位来看一下 我讲得很清楚吧 那天是不是收424 摄影师辛苦一下 这里是不是458 那这叫月线扣底原则吧 这根是不是要弯下去了 现在我又倒过头来跟你讲啊 这根是不是要向上去了 你自己帮我算算看嘛 所以我昨天跟你讲 关键价格在多少 你自己看清楚了 所以明天到什么价格的时候 又可以上去 因为就会把这条线往上带了 这个你想办法跟上来嘛 这里面用两个方式去算嘛 均线也可以算得出来 指标也可以算得出来啊 这不就是你应该赚的钱吗 哎哟 来不及了 等一下再讲哦 来 简单说一下就好了 看清楚了 来 你有看出什么状况吗 没有套牢才看得清楚哦 全台湾成交量第一名的 各位看到没有 但是在我会员朋友持股 他是第二名以后 因为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比较贵 这次我们主要 我直接讲 我们主要是华星科 但是这样子有没有价差 有啊 这样子有没有价差 有啊 照常给你加进去 有没有买到低点 有啊 就是这样啊 两个人低点是不是同一天 也是啊 所以你喜欢 国具 我也带你做国具 你喜欢华星科 我也带你做华星科集团 华星科集团 还不赖 看到没有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来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里面 现在就是讨你多空转折了 现在就是看你多空有据 而且呢 严守基本面 甚至还能够知道 所谓筹码的方向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黄敬哲 我给你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方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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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升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铺电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 0909 02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 0909 27781 0909 还是很直接的跟各位讲 而且让各位来做印证 多空有据又高出低进 昨天你是不是看到 只有我在这个地方 直接跟你预告了 而且我还跟你预告说 请你注意 我就是循着月线来做操作 你说老师 那万一怎样万一怎样 我告诉你 只要会影响月线 我一定带你出场 你看到没有 刚才不是给你证明吗 8月27号就是你现在指标所看到这个点 各位看到没有 看到这个月线要下弯了 哎呦 就是月线去做 第一个你绝对不会在这边放空啊 也不会被强制擦空啊 你也不能说因为有人被强制擦空了 你就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现在投资朋友 你各位看到没有 你循着月线 月线去操作的时候 因为月线代表这个月的成本嘛 所以呢最坏最坏在27号的时候 我也是带你出场 有没有 所以这段时间里面一定是没有嘛 利用月乖离 月乖离比较难啦 以后再慢慢交好不好 总之呢你跟上我的话 我一定会带你进场 然后进去做 开始坐价差也做波段 坐价差也做波段 有人问我说 老师B波结束了 昨天就很多人跟你讲 B波结束了 我说天底下有这样子哦 A波这么长 B波这么短就结束了 我说老师那这个被弄云键 还有没有机会啊 还是涨价概念股啊 来看稍过来一下 被弄云键我讲完了 我实在没有时间全部讲 老师那我的达方 有没有机会啊 你来问我好不好 你看他反弹幅度比较小 有没有看到啊 对不对 你说老师啊 我的9毫有没有机会啊 这个你来问我 我不可能每个节目都跟你说 老师啊我这个6488 今天有人讲6488环球金 哪里不好啊 6488环球金 这种涨价概念股有没有机会啊 6435的大宗有没有机会啊 我早就知道答案啦 我现在告诉你啊 要不然的话 你说我怎么这么 一枪就命中华信科 这么多涨价概念股 就真的命中华信科 我现在讲给你听好不好 各位来看一下啊 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很多次了 就看各位 这时候 对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敢做 就是经验 对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敢做 就是因为你没有选择正确的资讯 完全吸收啊 黄静德的正确资讯 你要不要完全吸收 你千万不要打电话来跟我的业务讲说 我跟你讲隔壁好像好几个人都在看空喔 我说你再多看几年 人家看了好几年了 这几年来从来没看过多啊 那有什么意义啊 这些年来都没看过多有什么意义啊 每支股票都被强制搁空 这有什么意义啊 各位来看一下 包含这种股票也看不懂 我也实在是觉得很佩服了 第一任这个事情呢 我应该认为说 如果你稍微资深一点的话 前面还有什么贸系 你还记不记得啊 还有什么历经啊 那民国89年就发生过了 Dram其实从这里涨上来 其实真的涨了四倍 我要跟各位讲Dram是怎样 各位来看一下 注意喔这是今天的新闻 南亚科7月营收合并多少 7月跟8月会营收合并163亿 创下单季新高 不过Dram呢 现在呢可能没有办法再涨了 很明显 他写这句话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Dram开始正式有跌价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来看清楚答案喔 Dram最后一次讲上涨 是在10月份 去年的10月份 中间呢 陆陆续续 涨一点点 涨一点点 你说老师 涨一点点或者没有 应该这么讲 就是没有跌就对了啦 我问你一件事 从这里涨到这里 是从4块钱美金 涨到16块美金 4块涨到8块 请问一下多少钱 哇一倍啊 100%啊 8块涨到16块美金 不得了变4倍了 因为刚开始才4块 但是我问你啊 8块涨到9块呢 才12.7% 8块涨到8块半呢 要不想 才6% 8块涨到8块3毛钱呢 16块 16块涨到16块3毛钱呢 所以这里呢 你看到Dram的价格 大概就是小小的涨 或者有几个月不涨 但是小小的涨 或几个月不涨的情况之下 各位有没有想过啊 因为你毛利 我跟你讲过很多次 你毛利还是非常的高 毛利在多少 毛利在55%啊 卖一个赚一个 看到没有 55%叫做卖一个赚一个 赚翻了 卖两个就赚一个了 卖两个赚一个完整了 这也是卖两支赚一支 看到没有 卖两支赚一支 这卖两支不用卖到两支 就可以赚一支啊 所以各位啊 这段时间称之为 所谓有钱买得到 但是你要高价才买得到 我们称之为紧俏嘛 那我用很贵的钱去买Dram 我用很贵的钱去买被动元件 他的营收会不会创新高 华雅科创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月的新高啊 不是喔 这是六月 八个月的新高啊 不好意思喔 这是十月到八 十月到隔一年六月 到隔一年六月的时候 才真正开始拉回 就是从这一次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所以我跟你讲说 未来你会听到 华星科营收创新高 而且不止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 是不是真的 你一堆放空的跟你讲说 这个涨上去一定会掉下来 我跟你讲 你如果说半年之后才掉下来 你光这半年 把钱放在这里不跌 然后强制回补强制回补 你也很无聊的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这时候人家是有价差的 当然了原则上来说的话 假如你真的是被动元件 还是有套牢 还是有什么你来找我 或者你想要钻它价差 一定要来找我 因为目前被动元件价差是最多的 成交量也是最高的 他是这两个集团里面 在做一个所谓 未来竞争性质的一个动作 我是不是最早就跟你讲说 你看毛利这么高 而且呢 我讲过很多次 这一次被动元件 是来自于电动车 用这次比较清楚 真的 没事捡什么支啊 对不对 来自于电动车的需求 所以超越了民国89年的高点 就跟谁一样 就跟郁金光一样啊 这次是因为来自于iPhone8的需求 所以超过了前面高点 是一模一样的 你不能当它说没有接到单 懂我意思了没有 你不能当做说 这个事情从来没发生说 这个涨上来就一定会回去了 我也是跟你讲一件事啊 没有苹果手机以前 你怎么知道有个大力光会当鼓王 台湾以前的鼓王叫国泰人寿啊 台湾以前的鼓王叫威盛啊 有电脑就有威盛当鼓王了 有手机后来当了宏达电 后来宏达电要搞垮了 后来呢 苹果当了鼓王之后 当然了台湾的苹果 就是指大力光当鼓王啊 你要跟我说 老师啊几百年之后 苹果可能会消失 所以它会跌下来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嘛 你如果是这种想法 你连大力光都空啊 不是啦 他就是空来干嘛 空来收会员 空来好像 反正因为第一次涨上来的时候 第一次涨上来的时候 没有人相信 结果呢 每个都要打空 最起码打空手 连我必须要这么说 太多人都不相信 这个大力光曾经会到六千块 我相信三千块以上有大力光的 台湾几乎没几个人 要不就有那一张两张也不叫真的啦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这一次的行情 真的很多都不一样 你说老师 那我新来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诶 来吧 每一支都可以这样画 只是画的不一样 你不要说老师 我答方我不知道要如何 你来找我 好不好 你来找我 我专门负责这些的 我专门负责涨价概念股的 谁跟你讲说 可以拿低润来比较 谁跟你讲说 拿过去的这个 包含柴米油盐酱醋茶 你如果真的要细一点的话 连这种 台本 还是什么台塑 这种都叫做什么 涨洽景气循环股 这个我最强 你来找我 第二个呢 注意一下下 哎呦 土耳其利空下杀无量 你看到没有 哎呦 内涵超过一个公司 竟然融卷创新高 不是 不是 华星客要把它拿起来 让各位看清楚 这种个股呢 你来找我做 请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再次跟各位强调 不管短线震荡如何 这条线 你等着看 我非常有信心告诉你 因为 你看到没有 融券已经被养空了 养了14% 融资大减 等到融资一回来 融券马上立刻被嘎 我告诉你一件事 这时候就会发生很严重的现象 也就是直接往上嘎的情况 我们是进退有据 多空有据 绝对是有筹码 绝对是有证据 你看清楚啦 所以呢 庆祝我们8月份 78% 真的是全数达正 这样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大家的动作率啊 欢迎所有朋友 我们的架叉特工队呢 现在仍然用一个 所谓的低门槛的方式 张开双手 欢迎大家 特别是你对被动元件MOSFIT 以及这些所谓热门股 那么希望能够做加差 又赚逼一波的 请你想办法跟上黄敬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